6秒钟左右的10%这样的一个延迟 还有一个10%的偏移量 10%的一个偏移量 对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同时这个实验呢 我们也验证了 不是说这条路一定要等到你hold到这个时间 超时了之后呢 那么它才把这条路由删掉 只要我flush这个 我flush的这样的一个计时器也超时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条路由呢就会被路由表干掉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间列表 这unicas刚才我们已经演示过了是吧 用nabel来做 这个unicas我们刚才已经演示过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修改它的这些计时器 我现在有个问题 两个路由器 左边这一台 它的中期性更新 它缺统不是30秒吗 我把它设为15秒 那么这个时候两台 路由器之间的这rip这个邻居能不能够建立 能不能够相互交换路由呢 可以啊 是可以相互交换路由的 这个是 出错的 出错这个呢 如果你网络是非常稳定的话呢 也不大问题也不大 但是呢 你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要考虑到如果我左边这台路由器 我是每30秒 通道理是 那么你右边这台路由器你的这个tush这个时间 你设为小于30秒的话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这条路由就会 不断的去进行这个重新 在路由器里面出现又被删掉 又出现又被删掉 是吧 为什么 因为它30秒才30秒才发一次 那么它等不及啊 譬如说它是25秒 那么它收了一次之后 第25秒 它就把它从路由器里删除掉 那么下一次它更新的时候呢 它又进来了 然后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删掉了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修改它的这个路由 用routerRIP 用这个timer base这个命令 那么呢 你就可以设置RIP的这些计时器时间了 那么第一个 它指的是interval betweenupdate的这样一个时间 那么呢 它的这个单位是多少 单位是秒 还是毫秒 是秒 然后呢 我们把它设置为20秒 之后第二个呢 是invalu的这个时间 invalu呢 我们把它设置为90秒 是吧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是一个hold down的这样一个时间 同样我们把它设置为90秒 之后呢 这个是flash这个时间 我们把它设置为120秒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 收IP holdcode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呢 已经被我们按照刚才所输进去的这个参数了 来进行一个一次修改了 每20秒发送一次更新 然后呢 超invalu是90秒 然后呢 hold down是90秒 最后 如果都是一大数 一大数 两个 啊 啥路的路 一马下一个 就一马下一个 还落入器的死机 这个就 就不用做实验了 这个就很容易就知道了 我做一下实验 反正也做了 我看一下现在是从10口过来的 所以呢我们在R1上面 router rip 然后emable 192.168.12.2 向他通告所有东西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我调短一点这个时间 router rip timer 每10秒发送一次 然后invalid 每10秒发送一次 invalid时间呢 invalid 30秒就超时的让他 然后这边呢是flash这个时间是50秒 收外注入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通过密林口还在发热度流过来是吧 那我们就有r3上面sot down掉这个密林口 这个是r3 收外注入 好了 现在呢通过这个cell10这个接口呢 学习到3.0.0.0这条路由了 那之后呢我们在r1上面呢 不能在r4 如果没有r1上面的r2 它up 22秒 i prute 哎 怎么没有passive re的s0是连到那个呢 Severing passive掉了我应该是 So I do it 哦 我知道 我R1 R1上面我没有漏掉那个邻居 No label 192.168.12.12 把这个邻居都不怕的话还在半更新过去 So I do it 好了可以了 现在应该没有再收到更新了 23秒是吧 好 26秒收IP拨的口看一下计时器 计时器30秒就会进入invalid 那收IProot 收IProot 好 32秒 36秒 好了 你可以看到了 现在到了36秒的时候呢 它已经进入了这个possibly down 这样的状态了 然后就不会等 就会像我们刚才这样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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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半天才过来 好 好 之后是一个rip 用unicast 来发送这个rip这个信息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version 2和version 1之间的一个连接性 那么这些呢都不用 都都我们刚才都已经演示过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玩回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个rip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 summary跟 no label summary跟summary之间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怎么样在rip底下呢去通告一条缺诊路由出来 实际上通告缺诊路由呢也有很多种方法 来通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